鸡排送上来 鸡排怎么会煎成这样 童彦说就是赶时间 赶大火给客人 那因为他为了大火 然后赶快给客人 赶快给客人 那其实里面的肉还没有熟 所以逼不得已只好煎到焦掉 大块厚实的鸡排放在煎台上 先将皮的内面煎熟到酥脆 再饭面慢慢煎 一点都急不得 皮面煎到香脆 然后再反面小火煎肉 煎到熟 确定他的大腿骨的头 已经没有血湿之后 那就代表他里面熟透了 童彦表示这家餐厅赶时间 把鸡排煎成这样已经很失败 还把失败的作品呈现给客人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也难怪顾客会这么生气 三地新闻 陈俊 黄岚英志 花联报导